本土剧女星夏宇和 和同位本土剧演员的男星Gino蔡东威 有过一段长达六年的地下恋情 还曾一同出演多情城市 然而今年三月却被爆出已经和Gino分手 在恋情告吹后恢复单身的消息 让大众感到相当意外 近日夏宇和现身新系记者会时 也透露了现在的感情状态 以及如今与Gino的互动 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两人的地下恋情 由于他们曾在同公司同剧组中工作 双方却始终没有正式承认这段感情 直到分手之后才坦言先前的非文属实 对此夏宇和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结婚前没公开反而是好事 毕竟我喜欢多一点私生活 不要再引起关注后一直被拍 希望结婚了再公开 距今分手四个月后 被问到当初分手的主因 夏宇和则表示 过去曾有传言指称他嫉妒Gino的成就 才会造成两人感情破裂 但夏宇和认为其实不然 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无法达成共识 加上也不太理解他在想什么 最后两个人谈好要分手 提到两个人之所以分开 是双方都同意的结果 因此也并未交恶 分手后的两人 至今仍保持友好关系 像是从恋人成了好友一般 遇到彼此状况不好时 也会互相鼓励 在自己恢复单身之后 身边的男女性有人都纷纷来关心他 目前很享受单身的日子 并不觉得不开心 至于被问到是否还有几率 和Gino再次复合 夏宇和则叹道 现在是好朋友 以后我真的不知道 而被问对于往后的生活 目前有什么目标 夏宇和则认为 心中确实有结婚生子的想法 但是不是现在 眼前自己只想努力冲刺事业 其他的事留到未来再考虑 旧情人在分手后好聚好散不交恶 还能成为好友协助彼此 两人实在是处理一段结束感情的典范压 我们下期待才会有什么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